把造车灵魂交给华为的赛利斯 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先是股价相比去年高点几乎腰斩 接着又传出华为研发人员撤离赛利斯 当华为刚辟完谣消息部署时的时候 隔壁的江淮又突然被媒体失锤 将和华为以制选模式 共同开发新一代高端智能电动车 这就意味着 本时被华为制选模式独宠的赛利斯 突然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一时之间 华为和赛利斯分手的谣言四起 不过幸运的是 何江淮官宣造车后不久 或许是为了打消外界疑虑 华为又反手和赛利斯 签了个深化合作协议 表示要进一步联合创新 问界全新旗舰车型也会在年内发布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三月刚到 各大车企二月份的成绩单亮相了 华为和赛利斯共同打造的问界品牌 二月仅售出3505台 环比下滑21.6% 一边是华为的疑心别恋 另一边是问界品牌的销量预组 赛利斯当下局面着实尴尬 本期内容 我们就以赛利斯的品牌故事为主线 探讨曾经默默无闻的赛利斯 为何与华为结缘 失去独宠后 又能否从对华为的过度依赖中站起来 以及华为到底造不造车这些话题 赛利斯是谁 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要分清楚赛利斯集团和赛利斯汽车 赛利斯汽车 就是赛利斯集团下属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 而赛利斯集团 以前名叫小康股份 是个上市公司 2022年7月31日 得益于华为的加持 赛利斯的品牌知名度被打开 小康股份随即改名为赛利斯集团 因此追溯赛利斯这个品牌 还要从小康股份说起 小康股份全名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 重庆八线凤凰电气弹簧厂 早期主要给长安林木微车 生产配套座椅弹簧 但小小弹簧的产值毕竟有限 随着重庆汽车和摩托车产业的慢慢壮大 十年后的1996年 凤凰电气弹簧厂 进入到了减震器行业 为重庆各大车企提供摩托车 微面及助力车减震器 等到2002年的时候 弹簧厂已经不甘心只做配角 转身投入到摩托车的制造和销售中 企业名称也改成了重庆渔安集团 从生产弹簧到摩托车 这家小企业完美蛻变 但这还不够 有时候运气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 零几年的时候 正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以面包车为主的微车在国内销售形势一片大好 彼时 重庆的长安汽车借此机会起飞 成为行业老大 远在湖北的东风汽车 看到商机也想分一杯羹 有意找一家合作伙伴上马微车项目 而渔安集团作为给长安微面做过配套的企业 自然成了东风的合作目标 2003年经过多轮接触谈判 渔安集团正式和东风汽车达成合作共识 成立东风渔安车辆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东风小康牌微车 至此 一家小企业完成了从零部件生产到整车生产的巨大转变 公司名称也逐渐更改为后来的小康股份 并全资控股东风小康品牌 东风汽车甚至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当然 除了微车 小康股份在东风的加持下 还有个东风风光品牌 主要生产SUV和MPV 有风光360 风光580等经典车型 至于小康股份为何成立赛利斯汽车 就要从各大燃油车企向新能源转型的角度说起了 相传在2015年 小康股份的创始人张星海 购买了一台特斯拉Moto S 在巨大的观念冲击下 张星海也有了座高端新能源车 来实现弯道超车的梦想 随后的2016年 小康股份先在国内成立了金康新能源 后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名为SF Motors的汽车公司 国内负责生产制造 国外负责研发和造势 甚至为了增加知名度 SF Motors宣布与特斯拉的原创始人马丁·艾伯哈德达成合作 全资收购由马丁创办的企业100%的股权 研发了SF5和SF7两款电动SUV 然而 万万没想到SF Motors发展的并不顺利 2019年时局动荡 小康股份无奈将美国的新能源业务转回国内 SF Motors也改成了中文名赛利斯 回到国内后 赛利斯依旧没有起色 2020年全年销量不足800台 成为众多新能源品牌中几乎最默默无闻的一个 但幸运之神似乎总是眷顾这家企业 回国后不久 华为找上了门 其实华为和赛利斯接触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早 早在2019年 华为宣布成立车逼佑后 就已经找到了赛利斯 二者合力打造一款名叫 驼峰智能的增程系统 说到这里 也是很多人疑惑的地方 国内优秀的自主车企那么多 华为为何偏偏看上了冷门的赛利斯 这个问题还要从华为和赛利斯的造车模式上看 两者之间采用的是自选模式 这是华为主导的模式 会深度参与到产品定义和设计中 车也要进入华为销售渠道 但对大车企来说 当初不一定看得上华为这个造车小角色 即使看得上也有相当大的顾虑 毕竟华为很强势 大车企也加大业大 和华为合作之后 一是利益分成不好谈判 二是担心华为主导的东西过多 车企合作久了 会失去核心技术和话语权 成为华为的陪衬品 简单的说 就是大车企既怕你不行 又怕你太行 相比之下 走下坡路的小车企更听话 更重要的是 赛利斯虽然弱小 但并不是毫无亮点 首先赛利斯有造车资质 是国内第八家 拿到独立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而且背后的小康股份 在燃油车行业玩了那么多年 造车经验这块不用担心 其次 赛利斯在美国那几年通过收购 也积累了一些货真驾驶的技术 平台三电自动驾驶全都有 举个例子 2018年 赛利斯在美国就与新车一同公布了 可以搭载这多四个电机的平台 还展示了三台不同功率的电机 其中 2021年4月 华为和赛利斯合作的首款车型 华为制选SF5 搭载前后双驱动电机 采用SEP200加HW150的电机组合 这个SEP200电机 就是赛利斯在美国时的产物 当华为制选SF5发布时 赛利斯这个18线的新能源品牌 以及背后的母公司小康股份 也由此名声大噪 股价蹭蹭上涨 但很可惜 首款车型属于典型的雷声大 余点小 单约最高销量也仅仅是刚突破2200台 相比没有华为的赛利斯 这个销量已经非常高了 但对华为这种声势浩大的企业来说 2000的销量实在有些上不了台面 华为造车出战略显失败 随后赛利斯SF5也退出了华为商城 令人意外的是 2021年底 华为火速推出了第二款合作车 M5 新车完全脱离了赛利斯原有的品牌体系 华为独创了另一个品牌 ITO 中文名问剑 相当于作为技术提供方 华为代替主机厂 另起炉灶 创立了一个脱离主机厂的新品牌 余成东也直言 问剑M5的产品定义 工业设计都是华为手笔 从这点来看 华为那是相当的强势 那赛利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网上有报道称 赛利斯仅主导整车研发与制造 再多一点就是供应链和采购体系 其余产品 软件营销等 华为都牢牢掌控 也因此 外界一度质疑 小康股份已经沦为代工厂 真正掌握造车灵魂的是华为 但这种质疑重要吗 对小康股份来说 似乎无所谓 只要车卖得好 能活下去 交出灵魂又何妨 事实证明 问界新车确实卖得不错 此前制选SF5上 没有华为的专务1 纯电区增程平台 和全新HarmonyOS智能座舱 都在遥遥领先的 问界M5上得到了解决 销量当然也相应大幅提升 从去年8月到12月 除了11月外 M5全都交付破万 问界也成为成长速度最快的 新能源汽车品牌 而赛利斯也因销量提升 一度成为热点 股价秒杀当年 帮助它成长的东风汽车 这也是小康股份 把股市简称 直接更名为赛利斯的主因 华为和赛利斯的合作 如果从去年的形势来看 前途一片光明 但今年却充满了未知数 在1月特斯拉的降价风潮下 不少四周品牌紧紧跟上 其中也包括问界 降价幅度高达3万元 可惜问界如此降价 销量却不升反降 1月交付4885台 2月下滑到3505台 问题出在哪 抛开外界因素 主力车型问界M5 即将换代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被于成东评价为 舒适度可媲美 百万级豪车的问界M7 不但被质疑是 东风风光IX7换标 还在中保颜测试中 因A柱轻微变形 引争议 销量下滑 加上负面新闻 赛利斯慌了 华为压力也不小 对于卖车 华为是志在必得 今年还在挑战30万的销量 为了跟上华为的脚步 赛利斯几乎拼尽了全力 围着华为转 又是建新工厂 又是敢生产 但假如突然没有了华为 或华为精力流量光环 分给了其他合作车企 赛利斯该怎么办呢 可能也不会有 大家想的那么惨 毕竟赛利斯 已经利用华为得到流量了 在华为团队的介入下 还在重庆新建了 两江智慧工厂 新车生产工艺 得到大幅提升 即使另立门户 也不至于完全混不下去 当然 继续和华为保持合作 才是最优解 遗憾的是 从种种迹象来看 华为也确实在不断寻找 赛利斯之外的合作伙伴 在华为的业务中 车BU是唯一的亏损项目 按照计划 要在2025年实现盈利 盈利前提 无非是起量 单靠赛利斯 还远远不够 寻找与更多车企 进行深度合作 类似于和赛利斯 合作所用的制选模式 是华为车BU业务 盈利的最大希望 江淮汽车 目前已经确定 是华为的第二家合作伙伴 但合肥工厂建设完成后 将共同开发 新一代高端智能电动车 除了江淮 有消息称 华为也在接触 奇瑞和北汽 意味着 整个华为制选车模式 已经进入扩张期 有趣的是 扩张同时 华为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调整 关于华为 会不会造车的话题 再次被提起 事情的起因 是华为车BU COO 智能驾驶解决方案 产品线总裁 王军被停职 华为车BU CEO 于成东 接管智能车全部业务 大白话解释就是 华为的车业务 现在全归于成东管 而于成东 是个造车积极分子 说到这里 先解释下 华为造车的三种模式 众所周知 华为对外一直声称 不造车 只是帮助企业造好车 但从内部来看 华为对造车 已是很分裂 一派是创始人人老 希望华为可以做 新能源车的博士 相当于手机界的高通 另一派是于成东 他希望华为 可以直接下场造车 分裂之下 华为当初搞了 三种造车模式 深度参与由于成东负责 二是HI模式 与车企联合开发 车企占据主导地位 华为提供 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吉胡和阿维塔 就是采用的HI模式 这方面 此前由被停职的王军负责 三是零部件T21模式 类似于传统零部件提供商 提供标准化产品 从这些年的市场反馈来看 毫无疑问 以于成东为代表的 制选模式最为成功 反观HI模式下的 吉胡和阿维塔 不但车型上市速度慢 销量也极低 去年几乎整体交付量 仅在1.2万台左右 在2022年初 负责HI模式的王军 被问到盈利问题时 也坦言 每年要投入几亿 甚至数十亿 短期内盈利比较难 至于零部件模式 于成东也在采访中说过 我们以前做零部件模式 想成为博士大陆 它是做标准化部件 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 如今于成东手握大权 到底会不会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 直接开着华为 使入造车赛道呢 或许很多年后 真的会去做 但短期三五年内 几乎不可能 造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需要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财力 华为内部因美国制裁 各方面业务都受到影响 强调现金流的人总 一直在放弃边缘业务 减少重资产投入 如果造车 与公司战略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 亲自造车需要生产资质 可资质非常难以获取 根据工信部新规 现在代工模式 双方企业都需要资质 也就是双资质 这就直接堵死了 很多新势力的造车路 哪怕是激进的小米 直到现在 都没有搞定生产资质 华为更是从未传出过 有申请资质的任何信息 就目前来看 通过制选模式 曲线造车 基本还是华为最优的路线 以问界为例 行华量足够高 很多人基本上 把它当作了华为自己的车 这种模式 华为既能赚钱 又能提高影响力 即使不完了 也能快速脱身 干嘛还要砸重金 亲自造车呢 最后聊一聊 华为制选模式 对自主品牌的影响 于承东曾在媒体面前 说过一个观点 华为和车企 是联合开发模式 主要的利益 也是分享给车厂 在初步的投入期 和华为合作 对厂商而言 也许有点亏损 但紧密合作下 相信一两年内 车企就会率先走向盈利 对于这番话 从大局观来看 值得称赞 自主品牌的新能源业务 在高端之路上向来困难 除了少数几个 有冲击高端 获取利润的实力 其余大多数 都处于亏损状态 而在新能源出海业务上 更是少有 能够做大影响力的 看看华为选的合作方 无论是赛利斯 江淮 还是未来可能谈成的 奇瑞和北汽 品牌价值都较低 在新能源方面的 竞争力也不够 和华为绑定 推出高端新能源品牌 无疑会拔高合作方的 品牌价值和盈利能力 同时 华为也会从工业设计 质量管控 用户体验设计 智能化等 为合作方赋能 实现双赢 目前 赛利斯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没有华为之前 有多少人知道 重庆还有个赛利斯新能源呢 相比于小车企们 艰难的分蛋糕 华为通过联合起来 把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蛋糕 做大的想法 似乎对车市 是个利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